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文明卫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脑洞科幻片《银河系漫游指南》 海豚作为第二聪明的生物,一直在向人类传递地球即将毁灭的信息 但人们总是以为他们在表演 化生来自身锈四星系的外星人朋友赶来告诉他 地球即将在13分钟后毁灭 卧工人拆线大队确实很快就到达了 为了建造超空间高速通道,毫不留情地毁灭了整个地球 化生在最后时刻被带上了卧工人的飞船 但卧工人最讨厌搭便车的,他们需要赶紧离开这艘飞船 很不幸他们立刻就被卧工人发现 我刚大包司给他们念自己创作的烂尸 他们非常配合地极力称赞,但还是被扔出了飞船 两人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醒来后竟然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艘巨大的岩系飞船上 化生在这里遇到了自己心爱的 却被拥有两个头的银河系总统拐跑的女孩 还有一台患了忧郁症的大头机器人 银河系总统想要去寻找传说中 被建造用来解答宇宙生命及一切终极答案的超级计算机 在这之前,他必须找到一个失落的星球 他为了找到这个失落星球,去找自己的竞争对手 向他询问星球坐标 但对手要他用失落星球上的一把枪作为交换 保险起见,对手还砍下了总统的一个头作为抵押 要他拿到枪后回来赎 他们刚准备离开对手的地盘,就被卧工人堵截 心机之下,女孩集中生智 假装绑架了老总,铁同慢慢创造了逃跑的时机 但自己却被卧工人带走了 花生担心女孩的安危,执意要回到卧工兴去救他 在一堆繁琐的程序之后 他们在千军一发之际救下了女孩 而女孩也知道了地球毁灭都是因为总统签署了一份 自己看都没自己看过的毁灭文件 他非常的生气,为自己会跟着这样一个蠢货而感到后悔 他们有惊无险地利用坐标成功地降落在了失落的星球上 总统一行人穿过传送门,前往电脑所在的地方 花生则因为犹豫不决,和大头机器人被留在原地 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长者 他带着花生参观了这个星球 原来所有星球都是在这里被机械地组装的 地球也不例外 老人还带他去参观了地球二号 在这里,海洋公路一切都和地球一模一样 甚至连花生的房子也分毫不差 而委托他们建造的竟然是两只小白鼠 另一边总统等人找到了超级计算机 而他们想要的答案必须在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里找寻 但地球已经被沃公人给扎毁了 答案自然也无处可寻 他们拿到了竟只对手想要的 能让人感同身受的枪便离开了 女孩也通过枪知道了自己并不爱总统 只是为了冒险才会与他同行 小白鼠们作为比海豚更加聪明 宇宙第一聪明的存在 要来自地球的花生说出答案 否则就取出他的脑子 在花生的脑子即将被切开的时候 他随口说了几句话 成功地说蒙了小白鼠逃过一劫 同时沃公人的部队再次逼近 要求他们交出总统 在危机中 患有抑郁症的机器人将感同身手枪对整了沃公军队 一发射击过后 所有的沃公人都陷入了难以自视的悲伤中无法自拔 总统一行人也成功地回到了飞船 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旅程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的脑洞大开 两个头的总统 突然变成抹香精和千金花的导弹 变成毛线人的花生 被复制的地球 非常的英式冷幽默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对现实的讽刺 配合原片使用更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天马行空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